妳是教什麼 我現在在補習班教國中國小數學 另外也有在 數學 對 在國校裡是教體育跟英文 那個時候算是在實習 然後那個時候 我在恆春偏鄉當老師 然後每天都熱到不行 然後我就覺得體育課 我可以穿個運動褲吧 可以啊 當然可以 然後結果不小心 這張照片就登上新聞 家長 爸爸媽媽都支持他 性感照還幫忙轉發 真的假的 我就是除了當老師 也有當模特兒 有時候會發現到 有時候會發現到 比較性感的照片 學生看到怎麼辦 接下來是教師界的女生 好帥喔 老師女生 而且光是她的腿好不好 腿就108公分 那麼長 那一天長腿 梁山柏108公分 對 好看 好看 她是腿不只這個量108條 所以很多爸爸 哥哥 宋小孩去上課的時候 都想要一起補習了 好厲害 很厲害 想要參加家長的一起來歡迎 劉芳辰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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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教什麼 我現在在補習班 教國中國小數學 另外也有在 數學 對 在國校裡是教體育跟英文 數學 有點跳廣 有點跳廣 妳是 爸爸媽媽是當老師嗎 還是什麼 不是 是因為我在求學階段 曾經有一段就是 滿憂鬱低潮的時光 那那個時候有個老師 他非常的細心 他就發現 方程怎麼變一個人了 他就發現我那時候不太一樣 那他就關心我 慢慢陪伴我度過那一段時光 那我就發現原來老師的影響力 可以幫助一個人 真的 就現在還是會常常回憶起 那時候的老師的幫助 對啊 上課都是穿這樣嗎 沒有 上課都穿那種連身洋裝為主 或者是比較保守的 是 可是老師妳之前 因為爆紅不就是 我知道 因為爆紅 他有 他也會帶一些體育 但那個時候還不是正式 出來工作的時候 那個時候算是在實習 然後那時候我在恆春偏鄉當老師 然後每天都熱到不行 然後我就覺得體育課 我可以穿個運動褲吧 可以啊 當然可以 然後結果不小心 就這張照片就登上新聞了 太不小心了 後來我就真的出來工作之後 我就會特別不要穿那麼短 家長爸爸媽媽都支持他 性感照還幫忙轉發 真的假的 就是說 我其實除了當老師 也有當模特 有時候會發現到 有時候有 比較性感的照片 學生看到怎麼辦 沒有 他們不會看到的 他們平常不會看到我穿這樣 去上鏡 他們現在看到了 對啊 這集他們一定會看 這個很辣 這個很漂亮 老師 你不能穿這樣 太辣了啦 這個是當模特的時候的照片 對 老師也要漂漂亮亮的 對 對不對 不會剛剛今天有準備吧 不會 我以前的學校小朋友 超愛下課把我拉著說 老師 我們跳抖音 真的 真的 真的假的 來 就直接來一段歌 來 有 那個眼神 很眼神 好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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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 是 是 是 有 是 是 是